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在通货膨胀的重重打击之下 如今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都在涨涨涨 让不少消费者大喊吃不消 为了降低消费者对价格飙涨幅度的不满 一些商家他们就开始推行减量不加价 或者说价格加一点点的销售手法 也就是在不涨价或者说涨一点的情况之下 减少食物或者物品的分量 这种手法也衍生出了一种叫做缩水式通胀 streinflation的经济现象 那所谓的缩水式通胀 指的就是一个商品的外观和价格 虽然看起来跟以前一样 但其实呢分量是缩水了 举个例子吧 一包薯片它还是维持在三厘级 但是当你打开一看的时候 却发现说怎么只剩下半包的分量呢 事实上在通胀持续的时间 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经济现象 很多商家都会在成本不断上升的时候 通过减量不加价 或者说涨一点的方式 让消费者在没有意识之下 买下比以往更贵的物品 八点四日报团队特别走访了雪州八打林 在野附近的商业区 来了解普通消费者 他们是否也意识到这种缩水式通胀的现象 那一些民众在受访时坦言 比起以前的年代 现在物品的分量明显少了很多 而且质量也降低了 让他们不禁大呼 一些业者在趁机偷工减料 而财经评论员在受访时也指出 这种隐藏性的涨价 对家庭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 那民众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之下 已经买不起以前物品的分量 要享用同样的分量 只有花费更多的钱 那这等于说可支配的收入减少了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生活负担是加重了 偷工减料 贵了又少料理又不好吃 我刚才吃过叉烧饭 说购买我10元 怎么搞错 人家8元的购买我10元 那个叉烧小鸡这么多 那个鸡鸡也有小鸡这么多 10元 我们要赚多一点 趁机会熟熟 要还面需要两条 两条就很多料了 可能比较大牌的 Franches的连锁店 就有点发现 发觉到他们的分量是少了 但它的价钱是继续的 它的价钱是继续的 有民众投诉一些餐饮业者 不但偷工减料还起家 但业者却解释 减少分量是逼不得已的做法 因为如果他们的食物继续涨价 可能会吓走消费者 而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只是少赚一点 自己吞下涨到离谱的成本 只讲太贵 砍少一点点 价钱暂时不会理外价钱 少一点点人家不会讲你的 人家可以接受你 你取价吗 要捡到人家可以 没有砍到人家没得吃 顾客会理解他们明白的 因为东西贵他们都知道的 我们解释给他听 不会无端端检查的东西 因为我们没有取价 那些料是少一点点 不会太离谱 如果你再卖贵一点 顾客就会投出了 所以都是要顾着自己的顾客 还是自己赚少一点 针对这一波缩水势通胀 马兴咖啡茶叶联合总会长 王守群在受访时不否认 这的确是变相涨价 但他解释 餐饮业者这么做 无疑是为了挽留顾客 而且到最后亏最多的 恐怕还是业者 他目的将做是为了挽留值的顾客 他必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我们这样编水的暑假 是餐饮业比较吃亏的 牛毛里面是挂叫 起一块里面有挂叫的 可是我们的餐饮业很多 他寻寻吸纳去的成本 尽管王守群表示 缩水势通胀对餐饮业者来说 反而是比较吃亏 但大马中总中小企业 及税务组主任孔令龙 和北大经济学教授林福延确认为 这种隐藏性的涨价 其实会对家庭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 因为民众的薪水不起 而现在的收入也买不起以前的分量了 我们会有一个变相 就是可支配的收入减少 这个可支配收入减少 就意思讲 我们的收入本来我们的钱还是一样 一个月3000块还是3000块 但是这个3000块 买不到昨天一样的数量 普通老百姓来讲 当然我们的生活负担也增加了 所以这个是短期 当然在短期而言 你可以讲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入 如果你物价提高 或者你收入提高 无所谓 但是如果在短期而言 一个人要提高他的收入 是比较难 所以我们的生活痛苦 我们的快乐就会降低 当下的经济情况 缩水式通胀 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而政府应该要怎么做 才能够减缓通货膨胀 对人民造成的伤害呢 对此 北大经济学教授林福言认为 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是比较多元化的 当中就包括了需求层面 Demand和供应层面 他指出 在疫情初期 为了防止衰退 政府是大量的印钱派钱 导致需求上升 那后来我国又因为 供应链混乱 造成供应层面的通货膨胀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政府需要先找出 通货膨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再来找出解决方案 才能够减缓通胀压力 而大马中总中小企业 及税务组主任孔令龙 则表示 政府需要提高我国的生产力 并且像邻国新加坡一样 巩固我国的货币 他指出 一旦令吉升值 那即使面对这个作水式通胀 人民一样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 这样一来也能够对抗 棘手的通货膨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